矿膝其弱骨 矿是空矿 是空的意思 也是宽大的意思 其实跟蹲差不多意思 不过这个蹲有一个 容得下 忍得住 这个意思 这个矿就是不跟人计较 心胸宽大像山谷一样 它能够包容一切 不过这个人事上可以理解 从心体上 它在心体上要包容心中的一切发生 这个是需要功夫的 它像山谷一样 各种的生物 各种的植物 各种的草都在里面可以生长 我们的心体 如果把它想象成跟山谷一样 你的正向情绪 你的负向情绪 什么七情六欲在里面都可以发生的 但是当我们放宽心量 看着它的实相 孔子说听之以气 它对你可以毫无影响力 而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身中阴阳造化 生生不息之生机 它的造化之妙 所以说旷息其弱骨 你看山谷里面 这个生机无穷 魂息其弱拙 这个魂就是魂魂恶恶 那个加三点水 就是水里面 有杂物就会混拙 魂就是拙 那一种笨拙的样子 一种无知的样子 魂这个字跟哪个字相对呢 跟查 柯柯查查 很精准的去察觉 所有一切的动静 跟个调查员一样 这个魂跟它相对 它就魂魂恶恶恶 各位你看那个小孩子 无知的样子 特别可爱 对不对 这个小孩子会跟你玩耍 特别无知 正在求知的那个样子 就特别可爱 你看我们为什么 疼惜一只狗 它就那个忠厚老实的样子 如果那只狗整天会跟你 会跟你计较 会跟你斗嘴 会陷害你 你就不会疼它了 对不对 你看我们人 人不是比狗聪明的多吗 家里的任何一个人 都比一只狗 不是珍贵多了吗 但是我们人跟人之间 会计较 坦白讲 你家里一个人 不一定比那条狗更疼 能跟人还会结仇恨 对不对 你很少跟一条狗结仇恨 除非它看到你就追着你咬 对不对 所以人不计较的样子 不是真的笨 你真的跟你相处很好的朋友 他不会跟你计较小事情 那个就叫做魂 然后发现你一点点不好心思 就把你挑出来 磕磕茶茶 整天在那边指导 睡睡念 为什么很多小孩家里待不住 睡睡念 就是太磕茶了 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那你最对 那你在家里 我出去行吧 最后就是这个答案 魂吸其落佐 你感觉到他 好像笨 好像很污浊 但这个古圣先贤碰到一个凡夫俗子 他也不会鄙视 他看到碰到人犯错 他也不是直接就排斥他 而且像父母一样 爱疼惜小孩一样 他有无限的包容 这就是叫做魂吸其落佐 他不是用聪明 不显露他的聪明 当然他也不用装笨 他只是不计较 老子这个人 如果站在我们面前 你会发现极其聪明 但极其宽大 那个宽大的部分 我们就会说魂 那也许你碰到 一些朋友的很多的毛病 尤其是那些心穷狭隘的人 你就越看越气 对不对 你越看越气 正也表示我们的心胸 也没有比他要大多少 对不对 那些大人物 看着这些小孩子犯错 看着这些小人物犯错 都知道了 但不会计较 有机会就导证 不适合的时间就闭嘴 对不对 这就是魂 好像你好像 都不要紧一样 台语说不要紧不紧 不然你这么要紧 有改善什么吗 对不对 这越搞越糟 所以有智慧的人 就是这样 不漏锋芒 他不会说看到小人 要置他于死地 这个就是道德经说的 和光同城 那对于我们的心体上来说 就是我们的心中 任何好的坏的 各种起起伏伏的发生 我们只是观着他自来自去而已 你也不急着压抑 你也不需要去改造 你这样的人看起来像是初之大业 可是这个其实正是回到他 未有情世污染前的那个本真 那一个人在世俗里面奔忙 他不离世俗 不是就是魂吗 他也不离开他的这个五蕴七情 不是看起来就是魂吗 他也会喜 他也会怒 他不是修得像那个老和尚一样 一辈子不愤怒 但是老和尚一辈子到底有没有愤怒 我们不知道了 至少我电视上看到的都没有愤怒 讲话也都很慢 但是我知道六祖说 有情来下手 说这个佛性 他是从五蕴七情 五蕴至圣里面得到的解脱 才算是真功夫 所以在这个真正的得到知识来说 五蕴七情跟那个真空是没有两样 但在凡夫的眼中 这样的人让你看起来 跟凡夫没有两样 罵起人也很凶 做起事情也很急 你看这个官公看到坏人 他就怒火攻心 对不对 但他不会像我们 就来一阵乱打 他教训一个人之前 先把规矩说完 两个人光明磊落来决斗一番 决斗我也不会自你于死 那你服不服输 都有规矩的 各位对不对 要讲武德 可是我们不懂的人看起来 就是跟凡夫一样 懂的人 他就是应这句话 叫魂兮起落着 我们这个磕磕茶茶的病 在心经里面就叫做镜像 镜像 不够不静那个镜像 我们看一段这个动作裂骨字里面 有关管仲跟他的好朋友 包鼠牙之间的一段事情 管仲快死了 他是齐王公的宰相 齐王公说 那你过世之后 我想要叫这个包鼠牙来做宰相 你觉得怎么样 管仲都说包鼠牙他是个君子 可是他不适合为政 这是为什么 其人善恶过于分明 这个人善恶过于分明 不可以为政 浩散可也 悟悟已胜 人谁也堪知 就你厌恶那个小人 是非常厌恶的 那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 那各位那问题是 世上君子没几个 对不对 那谁在你眼中都是小人 那这整天骂人就好了 谁受得了 俗牙见人之恶 之一恶终生不忘 是其短矮 他这个人就太精明 但他这个人是个好人 他自律甚严 但他容不得别人 有一丝丝的这个不好 然后管仲时候 这个王公就听他的话 就没有进这个包鼠牙 然后管仲内用的就是这个 塑雕 乌庸 开方 这些小人 那这些小人本来 这个包鼠牙恨得牙痒痒 是因为管仲在 反正管仲在处理 我现在怎么国家 被这些小人给把持了呢 后来这个包鼠牙就 抑郁寡欢 抑郁而死 这个气死了 你知道吗 他这个人没有当宰相 就没多久也气死了 那那个当宰相的话 更早死 对不对 而且他死之前国家要先乱 所以你说君子 君子到太轻了 这叫净子 净子要生乱子的 你从国家来看也是这样 你从家里来看也是一样 你这爸爸也好 妈妈也好 太岁岁念 一定要生乱子的 你就是一个小孩子的 暴躁脾气的训练机 对不对 你整天鸡他 不是这样吗 真的要想一想